说起宋祖儿可能很多人不认识,但是宝连灯前传中那个小哪吒大家一定记得,那个时候大家都称赞这个孩子长得精致,但很多人都说童星长大了就长残了,俗话说小时候丑,长大了就漂亮,小时候漂亮,长大了不一定漂亮。 更惊人的是宋祖儿作为童星居然没有长残,留学七年还是个大学霸,而且由于颜值欲发的逆天,甚至被称为娱乐圈最像赵丽颖的人,甚至被认为比赵丽颖还要漂亮,不过也有很多网友表示宋祖儿简直美过了18岁时候的张柏芝,宋祖儿是名副其实的童星,6岁时出演电视剧《海阔天空》,饰演童谣,开始进入娱乐圈,8岁触电,初登大荧幕电影《你是天使》,9岁参加春晚,表演节目《阳光下的花朵》,整个娱乐圈都在等着 她长大,如今已经19岁的宋祖儿,十分漂亮,年少成名的她,离开娱乐圈已经7年了,如今付出就让观众惊艳,那个小哪吒已经长成了大美女,可爱俏皮的丸子头,散发出少女满满的青春活力 陆紫义美丽可爱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,很多网友都说,整个娱乐圈都在等陆紫义长大,因为她小时候太美了,长大了也必定是个美人胚子,也因此据传有很多圈内人士预约跟陆紫义长大 陆紫义合作,陆紫义2001年出生,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拍戏了,是一位演技非常不错的童心,说真的,妹子小时候那可是非常漂亮的,自大出的